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通用设计的小鱼 她是我们的小小助理妞妞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小鱼有去看了这个台北国际照顾科技应用展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 大家都知道现在照顾能力严重不足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运用科技在协助照顾上面的话 其实会很有帮助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科技应用呢 可能是一些产品面的 有一些是系统或者是软体的部分 所以可能你可以看得到科技辅具啦 在这个展览中有一些这个公司啦 或有些单位他们是做照顾系统 就是可能是有跟医疗结合啦 或者是有运用人工智慧 那这些照顾的系统 其实可以就减轻一些照顾能力的负担 甚至对于这个被照顾者的健康也有帮助 就是可以比较长期的做一些他的健康记录 或一些状态分析 所以其实这些发展大家可以发现 是一个还蛮这个重要的趋势 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可以让一些科技来协助能力的话 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不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也要这个提醒大家 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有用一些可能科技一面的协助 但是其实人为的照顾还是很重要 更多的这个关怀啦 甚至有一个尊重 或者是给予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这些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可能不一定是科技可以取代的了的部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反而是有一间学校他的护理学院在做那个 咀嚼与吞咽困难的人可以吃的食物 其实这些这个被照顾者吃的一些食物呢 小鱼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大部分呢 都是比较软烂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可能像打成泥啊 或者是打成枝啊 这些形态是很常见的 但慢慢的有一些照顾机构啦 或有些单位认为说 这个如果都吃一些这种汤汤水水流值的食物的话 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吃东西的喜悦 那我试吃了这个鸡胸肉 和风口味的鸡胸肉 我觉得真是太厉害了 怎么个厉害法呢 它其实外形看起来还是有肉的形状 放到嘴巴里 你也还是可以感受到肉的那个纤维的感觉 但是神奇的是 这个舌头一压下去的时候 不刻意用牙齿咬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肉整个就化开来了 也就是说当刚放入嘴巴的时候 其实我还感觉得到那个肉的口感 然后是我真的在咀嚼的时候 它才化开来了 好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会让这个 牙口不好的人吃了 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个食物的一个 那个口感 但是它又可以直接就让它很方便的吞食 然后跟消化 那我还看到了他们用香鱼做料理 哇香鱼耶 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 就知道香鱼的刺其实还蛮多的 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抱着这个疑问 然后试吃了 没想到这个香鱼 一样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有刺 有一些这个小骨头 好在这个嘴巴里 可是一样是用舌头去压 然后甚至就是在咀嚼的过程中 其实它是很容易就散开来化开来了 我有感受到这个食物带给这个被照顾者的一个 就是让它能够吃的开心 让它不会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食物的风味 然后他们调味我觉得也还蛮适中的 就是这样子一个处理方式就让人家感受到那个 想要好好体会这个被照顾者心情的一种 就是同理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咯 然后我们每个月的5号15号跟25号都会做影片更新咯 大家要记得收看咯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